索马里海王首次登床墙货 在这满满一床长的海货里 我一眼就想中了这只野生大鲜鸟 就它了 哈喽大家 我是你们的小鸟哥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这位帅小鸟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 说是3,800一条的野生大黄鱼 卖了你一斤3,800 一直卖到我2万块钱一条 还没看过那期视频的帅小鸟 可以去烤个股 你说今天有很多渔船回来的 对啊有很多大黄鱼啊 大黄鱼就算了 野生的大黄鱼就算了啊 咱们这个查不提了 那你今天带我来这个码头 确定会有其他的收获吗 有啊今天起班了 很多渔船都开回来了 很多鱼的 我看这个码头很大 船很多 鱼也多 我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看到没 现在开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渔船 这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好货哦 肯定的好货 这船多少钱啊 这个船800多万加上正 土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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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上船啊 等它靠过来就靠着鱼了 对对对 准备登船了啊 兄弟们 灵活的胖子 跳 你看哪样都过去了 哇你跟他能比 我干嘛跟他不能比啊 我难道不行吗 走带你参观一下渔船 可以 参观一下拖碗床 这两块铁板就拿来 沉下去 然后就这样拖过去是吧 对它这个是床在开 它这两块板是斜的 就会把渔网给撑开来 嗯 然后这样拖过来拖过来 这里他们的厨房 厨房还蛮大的哦 这里是船的驾驶船 驾驶船 对 现在有我们正组了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鱼探机啊 鱼探机就看底下有没有鱼啊 是是是 鱼什么鱼摇过去可以看得到 几米啊什么东西看得清清楚 这样子看上来啊 这个是雷达 雷达监测 比如说雾天啊 天气 有雾很大远的 你见度不明显不好的时候 可以看雷达 这个就是给我们汽车导航一样 这是导航 这个是下面的对讲机嘛 跟海上电话一样 这个挂档啊 挂档 到档 前进档 你看他都出名啊 感谢郑老大 你的 平常接受检查 派你去了 停下来停下来 这是土地大 黑锦路啊 这是从野生的吧 野生的 这这 эти多少斤啊 四斤多吧 这只前啊 一斤 200多块钱 看有没有提到好文 这这只线 这就是做些好的啊 这就有一斤多吧 一斤斗 这个可以留给我吗 花金骨等一下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 等一下再看一下 这底下全是保鲜的 对 这保鲜舱 船的保鲜舱 底下全是冰鲜的东西是吗 都是冰鲜的鱼 这出去几天啊 这个船 三天 鲁鱼 海鲁 这鲜度非常好 你说鱼不好 船老大给你挤我给你讲 这鱼非常好 这个酒鲜船好大 正船之宝 这个一只超多鱼应该有五两左右 有的 下回有活的这么大 通知我 好的 这是什么 这不是红网活吗 这不是豹是红网活 这个有点不一样 有差距 这两个脚特别尖 我得回去查一下资料才知道这个叫什么 有大目之道才要把它扣一下 就好小 白餐 今年大的白餐很少 这个算很大的 这个小黄瓜 这个就是3,800 这个是真正的纯野生的小黄瓜鱼 对 小黄瓜鱼 这个很好吃 这个等五年以后又卖给我3万吧 对 3,800一斤 百粒鱼 这个鱼来怎么吃最好吃 盐巴都拿点来 盐的咸咸的非常好吃 这个白鱼 本杆小眼袋 这个好吃 这个肉很厚的很肥的 主要是这种大鱼刚刚拉上来很新鲜 但网托的它身上的鳞都会掉 托网的鱼不好看 当然是尖度都很好 然后就用这个来传输上去 对 哎呀好多啊 这这么多 生产模式 这生产模式 这都是我家的鱼 你们随便来拿 这都拿来抢了吗 对了 不抢你还多了 你还多了 抢不到 我们的鱼货在这边 来来来来 我们守住我们的鱼货 哈哈哈 就刚才我看他们卖货 很有意思 就假如说 我要买这一堆的货 对吧 不可能这么多都拿去撑 对对对 1 2 3 2 5 然后除了这一框开始 1 2 3 4 5 OK 那这三框一起撑 盘子直接扣一下 然后除一三 然后就每一框都按这个重量去算 好 这很有意思 黑市交易 简单方便 今天整抽床上收炉了一下下来 最好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鸭床之宝 这个正常日料店都是拿做赤身 但我觉得赤身它的鲜甜味 逼不出来 我只要拿煮汤是最好吃的 煮汤好吃 它这个皮很好吃的 先给它换一下水吧 这样就睡着了 睡着了 可以吧 可以了 换到水里去泡一下 去泡一下就好 我煮螃蟹给你吃 螃蟹先把它切两半 过 平时这么大的螃蟹多吗 说仔细 有红高的也不多 这只真的 真的很满 然后这个味道也给它挖掉 在这个海边搞这个海鲜好冷啊 这口锅好 火给它烧热一下 锅热倒油 然后这个螃蟹直接给它下去 这个红刀也不能烂毁掉 来给它盖一下 盖一下 看一下 哇 好香 香味出来的 把它划过来 像这种刀已经很好吃了 自带咸味的 嗯 咸咸香味 螃蟹就直接这样煎就可以了 来 两面生姜 这个都重点来了 搞点我这个8年的青红酒进去 香味闻到没有 闻到的 再蒸一下 哎 出锅出锅 哎 很香很香 真的很香 有红高都是油漏的 哇 好吃 又忘记了粉丝先吃完蛋了 它这个螃蟹好 没有蘸养过的 直接海水拿上来的 它市场里面螃蟹就是没这么好吃 你看看这个红高 哇 好吃 那个我刚才为什么没粉丝先吃 你知道这个是前菜 主要还有刚才那个正床之宝 那只帮死掉 嗯 汁水很多 肉很嫩 来看一下这个肉 非常的肥 挤一下 全是肉 哇 好甜啊 在海边真的很幸福 哎 你天天在这下面 难怪吃的这么胖 都是吃这种东西 搞一下这个腿吧 哎呦 见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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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去先 杀也死掉 鱼鳞先给它刮一下 鲨鱼你专业不 不专业 你要不要试一下 最讨厌的就是刮鱼鳞 我来刮 我来刮 那你试一下 体验一下 这个真的大 很少先这么大 本干货很少 你过来的给鱼船带来的运气 海王 海王 嗯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这个鱼鳞也是好东西 煮出来也是 胶 知道吗 给它冲一下 直接从这里下手了 好 换过来 来 给它挖出来 肚给它挖出来 其他的都不让 你看 这个鱼鳞很厚 手感很好 然后这个鱼鳞再给它取 哇 这个手搞得很痛啊 啊 终于取下来了 主要是这个鱼头 要给它破成两半哦 见到脸上来了 然后那个去 可以了 可以了 要不要再剁两半 不用了 这边 这边给它清醒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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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行 主要这个 它这个 刀太轻 鱼太大 不能说刀太轻 随便乱剁了 这什么鬼 这什么花刀 这什么鬼 这个刀过不分力了 把这皮切不下来 你知道吗 哎 还是我这把刀好用一用 是吧 我们煮汤切大块一点 不要吝啬 洗一下 洗这个很干净的 稍微冲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刀过来滤一下 哇 我手很油 在于它这样子冲一遍就可以了 OK 开始 锅里倒油 然后拿两面生姜 生姜煎一下 给它煮出来 看它就不会那么辣 就比较香 对 就比较香的 我们今天鱼不煎 我们就煮清汤 先把水给烧开 然后再把鱼给换进去 这样煮出来 汤非常的清洁 对 给它盖上 煮开 这些床都是干嘛的 皮皮虾的季节 都是搞皮皮虾的 对 都是皮皮虾的 这个开了 大开的 哦哦哦哦 好烫好烫好烫 鱼 谁要给它搞进去 全部给它搞里头 这个鱼下去以后 汤等一下会瞬间变白亮 等它煮开 开一会就可以吃了 哇 开了 搞一点点盐 然后再搞一点葱花 开水了开水了 哇 来来来来 教主 来 你时间压得刚刚好 非常准 先给你修一碗 先给你修一碗 哇 很鲜啊 奥西大块 真的很鲜哦 这个是真正最好的 来粉丝先吃 哇 这个皮 你吃一下 这个皮 嗯 很糯哦 口感很好 嗯 肉很脆很甜 甜 是甜的哈 就如果这个肉拿来做刺针 它是没什么味道的 一定要煮熟以后 它的鲜甜味才会被逼出来 哇 这个汤啊 很鲜 哇 根本就不像在吃鱼肉 就跟像在吃猪肉一样 你看 这个皮 断断断的 看没有 超香 条件最长简陋 实在好 原汁原味的 随便怎么整 都只得 最简单的整 杀鱼山那么久 对 热热了 我还得再修一碗 哇 嗯 再搞一点 我的八宝鱼做的 干抓的吗 在哪啊 不用了 在楼下 在楼下 等一下下去看一下 你们拿去的吗 我们这期的视频 就差不多坐到这里了 感谢郑老板 好 感谢他来 辛苦你们了 OK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 就坐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大八爪 那抓的好痛哦 感谢我们的 从老板 从老大 白嫖了 白嫖了 感谢老板 你生了啊 怎么演呢 这一只多少斤啊 另一只三斤 这三斤哦 哦 哈哈